Hello 大家好 我是化妝師Kubi 有沒有發現我今天的妝兩邊很奇怪呢? 對呀 因為我今天這段影片 就會開箱我在日本買了一些 在日本很出名 很受歡迎的小眾品牌 同時我會試在臉上 看看效果如何 還有值不值得購買 看到我現在兩邊的眼鏡不同 臉上的光澤感和胭脂都不同 我們現在開始! 這次的旅程我沒有買粉底 我買了這個品牌的防曬 這個品牌是在日本很出名的 有很多在日本懷孕或是在餵奶奶的媽媽 專門用的一些有機天然礦物垂取的化妝品品牌 這兩個就是他們最出名的兩個產品 這是一個防曬 SPF50加PA++加的礦物防曬 這是SPF50加PA++加的礦物粉餅 他們是一個combo用的 其實這支防曬我已經試用了大概一個月左右 因為我覺得這些底妝或防曬的產品 不可以一用完就馬上有一個很好的feedback 用之前要搖勻它 它是這樣的流水狀 它是有一點點淡淡的花香 然後塗完會有光澤感 通常塗防曬都會很常常 因為它會留在眉毛旁邊或是嘴角旁邊的位置 所以我們就要細心點塗完整塊面 這個防曬其實我不是用了一個月嗎 我覺得在香港這麼潮濕的天氣來說 我覺得對於我來說是有點偏黏的 但是如果你本身是一些沙漠機極度乾的 光度脫皮的話 我覺得對於你來說就可能會剛剛好 塗完之後整塊面是保持著這個亮度 而這個亮度 如果你不上粉餅去到它沒有那麼亮的話 它是會保持到你回家 即是結束了整天的行程 它都是那麼亮 這個亮度就是見人見智的喜愛度 我拿紙巾印完之後它也是會這樣 不過礦物的防曬其實很多時候都會牽涼 這個10分滿分的話 我給5分 之後它就預計你直接用這個粉餅 但我用這個粉餅之前 我有遮瑕膏要試 這個遮瑕膏也是在日本四處都是的 這個品牌就是何不預計 這個很出名的化妝師創立的品牌 它的遮瑕膏是這樣的 一邊偏橙色的一邊是複色的 偏橙色就是複色的 膚色就是暗瘡或者雀斑的位置 這個我是沒有試過的 我們現在一起試 它裡面會有一支素附送 一邊是彈彈的海綿頭 我今天試都會用這個來試相 拿一點偏橙色 它用起來好像很容易拿出來 容易溶 我正常在手背上再推開一點 這隻偏橙色都是橙得比較厲害 所以針對一些深色的黑暗圈 應該是剛剛好 對於我的黑暗圈來說 就太橙了 這個橙是要用膚色遮瑕膏 再上一層去中和 我們很薄地上了一層橙色 好 現在就上了兩層橙色 在眼底上 然後我剛剛已經用紙巾擦乾淨了 我用紙巾擦乾淨了 拿完之後在手背上拖開一點 帶走多餘的 它也挺水溶 挺霜 然後就在表面上再上 中和橙色 好 我大概推薄了之後 這邊這個頭有少少很細 太細 有點難推走那些層痕 所以我覺得我要拿回泡 去壓走那些層痕會比較好 好 剛剛我濕了水的生果膏 將它壓走那些層痕 我覺得質地是OK的 但是這一格 這一格黃色 有點太黃 上完之後 對於我來說 好像乾淨不太好 如果它有膚色多一點 就可能會適合我 好 接著我遮蓋這顆露了出來的老人班 我這次用海綿頭 因為這些海綿頭應該會比較容易 遮蓋老人班都輕而易舉 它也很溶液的 我遮蓋一點 質地就立即溶液 而且它的黏度也挺高 黏度高的好處 就是它會比較容易握緊你的皮膚 它的不好處就是 如果你是用手指上的話 它會被你的手指黏走很多 所以這些黏的遮蓋膏 我通常都很少用手上 除非你需要遮蓋那個位置的遮蓋度 不需要高 即是你很少的空要遮蓋 用手指上也可以的 這個遮蓋10分滿分的話 都有7分的 原本有8分 扣了1分是因為它不適合我膚色 因為不適合膚色的遮蓋膏就完了 它挺好用都用不太好 好 接著呢 我現在就上回剛剛那個防曬配合的粉餅 這個粉餅是一個有色的粉餅 而它的顏色的選擇 好像是沒有選擇的 有多高遮蓋度 而且你剛才的面子會完全沒有了 我覺得它那個遮蓋度高到是 如果你是很懶的話 這樣一層當粉底 我都覺得OK 見不見到所有的顏色都沒有了 還有這個粉餅的顏色 對於我來說是黃了半度 然後你可能就會在想 剛才那些黏粒都沒有了 上完這個之後就不會亮面了 但是呢 因為我不是用了一個月 我是覺得呢 不知道為什麼上完這個之後 雖然我下去是乾爽的 但是呢 臉過了一會兒 可能過了一個多兩個小時之後 你又會覺得它好像粒粒的 而且你一上完這個粉餅 你會感覺到自己的臉有塗的東西 有一點負擔感的一個底妝 不過戴上頭盔 因為我平時自己化的底妝 都是偏向透薄的 所以可能你本身都是用厚一點的底妝 不會有這個感覺 然後呢 因為它的粉餅的顏色是很出色的 所以呢 如果你化完之後才去換衣服 你一脫衣服 之後呢 你的領袋就會有一個很明顯的粉底值 所以就要小心一點 不過它是在這個有機的礦物 防曬和粉餅來說呢 都是有加分的位置的 即是你礦物物和有機物物 你使用感一定沒有那些 chemical的那麼好 那麼高 不然怎麼會有 chemical的東西出呢 嗯 這個十分滿分的話 我給六分 之後呢 我正常化妝呢 我就會塗shading 但是因為我這個旅程 是沒有買到shading 我就用完我私火的shading 做完shading回來繼續 好 我現在已經做了我的暗影 然後畫了眉 因為眉 我都在這個旅程沒有買什麼特別的產品 然後呢 就做光影了 光影呢 我又買了兩種的 一個呢 都是粉狀何不如計 一個很出名的光影 因為這個品牌最出名 就是剛剛這個遮瑕膏 和這個光影 我會先用這個光影在這邊 這個光影其實我已經用了一段時間 真的很漂亮 它的閃粉是很幼細 而且我覺得上完臉之後 它是會減低了臉的黃氣 看到嗎 它是偏粉的 就是它的光光 我現在呢 這個光影呢 就做了面珠 下巴和整個額頭 這個光影 我自己都很喜歡 一個很漂亮 很細緻 很自然的光影 10分滿分的話 它有9分 扣了的1分 就是它的性格比 不是特別高 如果它再便宜一點 它就可以有10分 然後下一個呢 就是在日本 也是一個很出名的品牌 它是一個主打天然有機的化妝品品牌 就是做一些很自然感覺的化妝品 那這個呢 是一個光影膏 也是它們一個主打比較出名的光影膏 因為它是高狀 正老應該是在碎粉之前上的 但是呢 因為這個粉餅呢 它的顯色度太高 如果我在粉餅之前上完 一按下去 就應該是什麼都看到 所以我就將它的次序調一遍 現在才上 但是就會有機會卡了那個粉餅 或者你是上這個的時候 就不 預理你的臉是沒有粉餅 就是真的光亮的情況下用 它呢 水源呢 是一個很自然水潤的光澤感 它是走水潤的光澤呢 多於它是走閃 因為它只有很少閃 好像塗了一層油 這樣 其實 可以卸掉你的妝 不過一拍下去呢 它就已經 立即融了底的粉餅 我有點懷疑 其實它是連我那個 防曬都有機會會溶 有一點點油光靈靈 看到嗎 好 接著做了鼻子 我不敢做太大的範圍 因為 我怕我整個底妝會溶掉 總括來說 這一枝東西呢 是適合一些極度乾燥的天氣 再加極度乾燥的皮膚 適合一些不喜歡上粉狀化妝品的人 你可以在臉上輕輕鬆 它就有一個自然的光澤感 但就不適合配任何的粉狀 即是如果你的胭脂是粉狀的話 都會跟它撞 它都會溶掉你的胭脂 或者你的頸子 想有些光澤的話 我覺得可以直接塗在頸上 當一點油光 它真的是一枝油 沒有什麼閃粉 也有的 很少 用油的更多 用閃粉 接著這個光影膏 十分滿分的話 有三分 它真的漂亮 不過不適合我們香港的天氣 即是如果我很乾燥 或者是河國很乾燥的冬天 我都會用的 都很開心 這個就是剛剛這個 天然有機化妝品的品牌 其實它有很多不同顏色的眼影 而它最有名的顏色 青綠色配黃色 即是那顆眼影 我覺得香港人比較少用這些顏色的組合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啡色 這個你看到它的樣子 都知道我有用過 我也覺得OK 我現在這隻眼睛就試這個眼影 我先用上面淺色的那格 做一個打底 它的顯色度也高 而且那些閃粉也屬於細緻的 它的眼影的顏色 也是比較容易做branding 接著我轉一支中眼影掃 我會用一點點淺色的眼影 因為它本身的顏色變化不太大 所以眼味的加深也是相對自然 接著我會換一支細眼影掃 拿一點淺色的這格做下眼影 因為這格的眼影只有兩種顏色 它沒有一個再高光一點的顏色 所以就做不到臥蠶的位置 我又不想混合其他東西 所以我就用這個 所以今天的眼妝就不會有臥蠶的位置 眼尾加深 然後剩下一點顏色向前掃 這個眼影我給它有六分 其實我都喜歡它的顯色度 還有它的閃 不過它只有兩種顏色 就變成你一定要混合其他東西 才可以化到一個完整的眼影妝 而且它的性價比來說 我都覺得有點偏低 這些位置扣了分 接著這個就是日本的 彩妝大師石田一帆推出的牌子 這個牌子就相對難一點 在市面上找到 它推出最有名的就是這個 雙色的眼影 還有它有一支唇膏 我都買了 我們就用來化這隻眼睛 都是用泡泡 推走雙印皮摺摺的防曬 然後因為我現在是換色 所以你要用紙巾擦乾淨 你的化妝素 用了這格啡色做打底線 它的顯色度也挺高的 比剛剛眼影還高 如果顯色度很高 新手來說就不太適合 因為你的位置要捉得很準 如果你的位置不適合 就會很明顯 看到嗎 它會有一點點一塊塊 顏色不太適合 那個層次開不開 這裡有一個洞 不知道為什麼不上色 但我剛剛已經擦勻了眼鏈 照計它的潮濕度應該差不多 我經過我一番努力 它越拉開就越一大大 看到嗎 真的推不開 吃了那些又推不開 然後沒有吃那些位置又上來 眼面的眼影是會比較容易 被人蓋開 不如戴頭盔 接著用這個金色閃閃 提亮眼珠的中間 閃閃我就用手指上 超上色 嘩 很上色 我覺得是第一次用 哇 我覺得喜歡歐美妝的人 大家可能會喜歡這盒眼影 因為它真的很顯赤 然後我就上了下眼影的位置 因為我不是很想拿這個金色來做臥蠶 所以下眼影我也是輕輕戴過眼尾就算了 就是這樣 這盒東西我覺得 給新手沒有那麼友善 但如果你本身喜歡歐美妝 那個顯色度比較厲害的話 是一個很開心的眼影 這個眼影我給4分 因為它的性格比也不是特別高 而且只有兩種顏色 你有點難完成一個妝容 你要混合其他東西 這個唇膏就是石田一 推出品牌的唇膏 這個唇膏很好 超細緻 我覺得帶出去的補妝是一流的 而且我自己 都比較少會用完整支唇膏 因為唇膏的選擇有很多 所以這麼細緻 真的只有這麼細緻 這個是好像會輕易用完的唇膏 我選了這顏色是BL01號色 淋淋啡啡的顏色 這顏色就是這樣 其實整件事是很歐美妝的 我用起來覺得 其實它是有點難推得均勻的 塗完 你說話或者吃東西 吃東西會掉 因為我有試過 而且不太修飾到唇膏 但這顏色是漂亮的 4分 之後的戰利品 就不是日本出名的小種品牌 是純粹我自己走過 覺得這顏色很漂亮 然後我就買了 這個是XL 不少種 大家都認識它 因為XL的胭脂性格比厲害 我看到這個應該是他們的新色 SB03 即我在香港 沒什麼留意 總之它這顏色的顏色 好像很漂亮 我就買了 它是有一點點自然的暗線 我上這邊的麵 這個也是我已經用了一段時間 我覺得挺漂亮的一個胭脂 它的性格比又高 XL的東西性格比高 大家都知道 這一邊我也想上胭脂 但是呢 現在想不想呢 現在想因為這塊是油 它已經融開我旁邊的東西 如果我再放些胭脂上去 它就會夾一塊 所以這一邊不想是會比上 上完應該會很可怕 如果你用了這個油 你上胭脂也要用一些高狀的胭脂 雖然我決定不上這一邊 我免得一批胭脂又推不開 但是這塊胭脂色是多漂亮 這個胭脂加上它的價錢有8分 雖然它不是超級片色 但是非常適合新售 不會很容易塗到猴子屁股 然後下一個的絲心戰利品 就是這支唇膏 這支唇膏呢 它是塗完嘴之後 它是Gloss狀 即是亮的 然後它過了一會兒 那個Gloss就會變成一個膜 然後你吃東西 或者你拿紙巾印它 它都不會掉到我的紙巾 同時間 它都還能保持到亮面 我現在要抹了嘴巴的顏色 這個嘴巴的顏色是輕輕抹 它就已經會脫光 所以是捱不到吃東西 已經沒有了 現在是我的嘴巴擱紅了的顏色 這支02號色也很漂亮 和我的胭脂顏色很搭 好 塗完之後 嘴巴就會像現在這樣亮亮 然後等它一會兒 等到它的膜乾了之後 就可以拿紙巾印它 它那個燈一會兒 都不短的 可能要等15分鐘左右 我15分鐘之後再回來 順手弄一下頭 好 我現在已經隨便弄完頭 隨便到什麼地步 還夾著髮頸 不要緊 不要緊 這兩個的水好像有點奇怪 算了 好 現在呢 我印一印嘴巴 它還是gloss 這樣 有少少跡 但是呢 你想想拿紙巾印完 它還是gloss 是否很神奇 我覺得這個唇膏很… 這個唇膏很神奇 我已經用了一段時間 我發現呢 我在日本用的時候 保留著gloss 很漂亮 當然它又好色色 但是用了兩三天 我的唇唇有少少乾 想脫皮 但是回到香港 我一直用它都沒有脫皮 看看你的天氣 如果你本身的唇膏已經脫皮 再用我就覺得它的皮會脫得更厲害 但是我覺得整體 我都挺滿意它這個 承膜的效果 所以這支唇膏 我給它有8分 如果它不脫皮就好了 性格比也高的 好 今天這段影片 就是我在日本找回來的小眾品牌 而又很受日本人歡迎的化妝品開箱 還有我自己的私心買了的東西開箱 如果你們都喜歡這一類開箱化妝品的影片 記得留言給我一個一字 還有你們訂閱了這個頻道還沒有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還有點鈴鐺 我們有下一段影片 你們就會知道的 我們下星期四見 拜拜 另外我們網上的新娘化妝班 其實已經上了線了 是很完善地由零到深 開始說新娘化妝是怎樣做的 還有我們這個課程 是有30天100%退款保證 就是你買完這個網課 覺得對於你來說沒用的話 我們是可以全數退款給你的 希望幫到你們了 拜拜